我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凶手可能不是秘书 是秘书 可能是那个 小帅 可能是小帅 我觉得应该是小帅 好 我觉得现在 就是凶手应该 我觉得咱们就是一个干扰项 应该不是秘书 你离队长越来越远 你要是实在不想当队长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你不要这样 找这个借口 对不对 那就是秘书 对 就是秘书 好 以上是我的推论 以上是我和小七的推论 以上是我和小七还有宇童的推论 以上是我作为队长 给大家的一个一起的思路 一个思路 队长现在把思路给我们了 我们就看一看 案件解析 凶手秘书杀死博士后 用电热毯把博士的尸体裹住 然后再去接小帅侦探 在去到博士家后 凶手秘书请小帅在客厅休息 便先上楼叫博士 从中可以解释凶手秘书上楼的目的 是为了把电热毯从博士身上取下来 而最有力说明这个推测的 是正常的生活用品 床上的电热毯 和仅有半块锡纸包着的巧克力 蛋已经融化了 而排除暖气片是因为窗户紧闭 秘书裹紧大衣室内温度低 说明暖气片并未使用 牛啊 可以啊 我没负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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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宅队 宅队要不然就辛苦辛苦您 哎呀 这么说的话 算也没有问题了 那这么说的话 我也没问题了 那就恭喜宅队了 会有负担了 真的会有负担